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29集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聊水溫的部分 尤其是手沖的水溫 那一般來說很多人會問學長說 學長比較建議的手沖水溫大概是幾度 那我一般都會跟大家講說 85度到95度之間都是可以的溫度 當然這個範圍蠻廣的 比較籠統一點 那學長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我的一些判斷標準 一般來說我正常就是用90度的水溫 沒事我是不會動它 因為這一般不是我選擇的優先變數 但是呢 當我有很明顯的目的性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今天我希望讓我的香氣 再更奔放一點的時候 我有可能會調整我的水溫 因為當我從90度調整到93度 甚至到95度的時候 我的香氣會有明顯的增加 OK 那同時間我的酸質會有點降低 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的水溫高的時候 我的溶解率當然是會變高 大家都知道水溫越高 溶解出來的速度會越快 所以一些比較不容易溶的物質 譬如說甜味 或是說一些油脂 就是所謂的口感 巴底的部分 也會溶得比較快 所以整體喝起來 你就會覺得說 我這杯咖啡喝起來 好像酸質變少 會比較甜 會比較豐育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可以理解了這樣的一個調整點 那你各位你可能碰到一些豆子 我覺得我香氣我想要做多 或是說我不想要那麼酸的時候 適度的把水溫提高上去 是可以很明顯的去讓你的甜度或是巴黎增加的 但是但是 因為水溫增加 溶解率也增加了對不對 當你水溫這麼高的情況下 苦味跟色味也會比較容易被溶解出來 而且因為你從頭到尾水溫都很高 所以它是可能就 剛開始的時候就溶解出苦色味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一個雙面刃 各位也要小心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在判斷的時候 這隻豆子它本來就不耐萃 它本來就比較容易出苦雜味 譬如它等級沒有很高 價錢比較不貴 或者是它烘焙度本來就比較深的情況之下 我就不介意你用太高的水溫 因為這樣子很容易 即使你的酸味降低甜度增加 那把苦色味也做出來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得不償失的 所以為什麼我一般來說還是用90度左右 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溫度 那我就微調一點點 那另外一條路線就是關於 如果我水溫降低 什麼情況之下會水溫降低 就是相反的狀況囉 譬如說你的這隻豆子的果酸就是沒有很強烈 但是你就喜歡喝多鹽的果酸 譬如說一些亞洲豆啊 譬如說有某部分的一些巴西豆 它可能巴底多 但是它的果酸沒有特別的顯著 的情況之下可以考慮我們降一點溫度 降到88 甚至於很劇烈一點到86 你的果酸會明顯的增加滿多的 然後你的口感巴底的部分也會降低 而且你的苦澀味也會降低 所以當你碰到一些苦澀味特別重的豆子的時候 降溫度也是一個很好的手段 那最後再提醒大家一下 無論是升溫或是降溫 它都是一個比較相對來說全面性的手段 如果各位常常看學長頻道的話呢 學長常會跟大家聊 這個手法它在尾巴的時候使用 可能可以增加萃取率 或者說這個手法在尾巴使用的時候 可以減低苦澀味的風險 這種手法調整就是局部調整 因為它可能只是針對最後面 或針對前半部 某一些部分我利用手法的方式 去做一下風味上的調整 它就不會整段調整 它就比較精緻一點點 那水溫的調整其實它是整段調整 因為基本上你的水溫上去以後 就整段都是比較高溫或是低溫 所以它相關延伸的一些風險 或者說整段都調整後 會不會讓你的風味變得很奇怪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調整水溫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 對自己的手法的局部 如果可以更有掌握度的話 可以先優先調整你的局部 然後再搭配你的水溫 去做第二次的調整的話 會更為精準 而且不會腳往過正調過頭 這樣子你才可以往更好方向前進 OK 好 那關於水溫的一些提醒事項 學長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再提交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